近期 美国对伊朗进行了全面经济制裁 使伊朗国民经济遭到重创 目前勉强通过石油出口来支撑着经济的发展 但是美国即将开启第二轮的经济制裁 目标直指伊朗的石油出口 一旦伊朗的石油出口遭到限制和封锁 伊朗的经济就会很快土崩瓦解 在这种紧急时刻 伊朗出动上百艘舰艇 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与美海军展开紧张的对峙 伊朗海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实弹演习 意在给美军一点威慑 但是丝毫没有作用 冲突升级 美海军率先开火 伊朗船只被击沉上百人死伤 据悉 近日一艘伊朗籍货船 由于导航系统出现故障 误闯入美海军的警戒海域 由于双方没有及时的沟通联系 这艘货船快速地向美军舰靠近 于是美军采取紧急措施 发射多枚炮弹 命中这艘货船 在短短的数分钟后 这艘货船就沉没 船上的上百名船员几乎全部遇难 在美伊双方紧张对峙的关键时期 美军将伊朗的货船击沉 让伊朗政府非常的气愤 一轮疯狂的打击报复正在潜移默化的进行中 据报道 伊朗扶持的海外势力胡塞武装 近日向美国的盟友沙特境内发射了多枚炮弹 击中一处沙特联军的军营 导致沙特士兵数十人伤亡 很明显这是伊朗在背后操控 是对美国的一次警告与打击 虽然伊朗军事无法与美军正面较量 但是打击美国盟友的能力还是绰绰有余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击美国盟友 请不吝点赞 打击美国盟友